光复乡太巴朗部落锦守千古以来的年龄阶层制度 部落士林阶层青少年今年的伊丽西年纪也会正式进入阶层 部落青壮年阶级卡卡率领以下阶层 大约有120多人共同带领着新阶层的青少年旁阿美族的圣山 除了预告祖林新阶层的诞生 同时也为今年的年纪来做准备 一早诺大的泰巴朗基斯广场涌入拉达福 拉中奥 拉迪安以及新的马欧拉四个斯拉年龄阶层成员 大约120多人准备上吉朗阿山阿美族圣山 召告祖林部落有新的年龄阶层即将诞生 而前来送行的部落头目与祭司再三叮咛与教诲 场面浩大 由泰巴朗部落年龄阶层所组成的爬升山队伍 从封兵巴里湾起登 巴山涉水抵达海拔922公尺高的巴里湾山山顶 由阶层嘎嘎带领 用槟榔 泥酒祭祀 传唱祭祀歌谣来召告祖林部落新年龄阶层的诞生 祈求祖林庇佑部落年龄阶层昌盛 过程庄严肃穆 泰巴朗部落年龄阶层制度也因少子化的冲击 新的斯拉年龄急剧从早期上下5岁拉到了10岁左右 目前有将近30位的成员 2020年8月经由部落传统主战仪式命名为 马尔拉亦为雨水滋养大地 期许马尔拉年龄阶层也能照扬部落 由部落最长年龄阶层拉达布克领军 带领以下四个斯拉青壮年 前往巴黎湾山吉拉拿山圣山 昭告祖林马尔拉部落新阶层的诞生之外 两天一夜的行程中 也进行阶层文化教育训练 了解部落历史与脉络 凝聚斯拉合作互助的精神 也为2021引力性年纪预作准备 记者石玉兰 东斌光复采访报道